现在我们在咖啡店在河壁就是东京做最出名的魔术的酒吧 是我的好朋友我的魔术酒吧 我推荐如果说你要在日本看一个魔术的话 在日本一定要去哈风吻 这个logo真的少了 为什么叫哈风吻 我已经不想问他十几次知道 国内的东京魔术错过推荐这个酒吧 特别期待今天的表演 但是不知道会让我透过一期还是失望的 好像这是音乐 日本的一个非常出名的街头魔术室 然后再很早一点就火了 他应该是也是来这么看表演 然后找个箱子 这些都不想让你转发 我还是要遇见 但是我还会感到很文化 因为你也会感到很空 你看到很久 看不到什么 如果我还是感到很久 你也会感到很久 我还是感到很久 你也会感到很久 你也会感到很久 《爱乐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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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个例子像你看到一部非常好的电影 比如说你喜欢《爱乐之城》 当他们最后拥抱的那一刻 你使用任何的文字 或者传达表达 都是很无力的 你只有看到那一刻把整个故事看完 到那一刻的时候你才明白 那段音乐起来 和他们拥抱的意义 和他们眼神对视的意义 其实我看过的魔术就是这样 肯定很多人也会问我 就是说有没有看出来啊 或者之类的 有没有理会的魔术啊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 那些不重要 就是当你真正进入这个故事的时候 当你真正进入这些 当你真正进入这些故事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忘记一些技巧 忘记去探索这个魔术的秘密 我觉得这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魔术 就是让你真正的感受到这个故事 我看它的笑容 它给观众的感觉它是幸福的 我真的觉得是幸福的那一刻 我觉得我们都把魔术想复杂了 其实魔术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希望大家能够来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美妙的体验 这是我们真正的感觉 我们真正的感觉 我们真正的感觉 能够来说